馬志遠在原曲的地位是四大家之一 關王兄,馬志遠還有哪兩個? 王實浦 馬志遠的風格其實是豪放 但這首是很... 相片是很甜蜜 但大家聽聽就會感覺到 原曲的味道和宋詞 為何不同呢? 首先是 整個雙調夜行船 是把很多首的melody合起來 一段段,但是同一個key 一直唱下去 每一道也有他自己的曲牌 其實這個應該放在前面 一開始是天靜沙 這幾句很出名 烏騰老樹分鴉 小橋流水人家 古道西風秀馬 夕陽西下 段祥人在天涯 這個是開始 接著就是 百歲光陰一夢蝶 從回首往事堪遮 今日春來 明朝花謝 急佛盞夜難登滅 想巡弓看缺 都做了衰草牛羊野 不任如朝 無話說 眾方墳 橫斷碑 不便龍蛇 頭照湖中與套月 多小豪傑 頂竹三分半腰折 毅野 進野 天教你副莫泰車 無多事好天亮夜 守財奴 欲張森子鐵 曾辜負錦唐風月 眼前紅日右西斜 襲子下波車 妖來清鏡天白髮 上床和鞋裡相別 幽兆糾巢計絕 護露堤一向妝礙 利明揭 是非絕 紅塵不向門前野 綠樹偏移 屋角遮 青山靜寶場頭缺 觸離茅舍 密澤澤矮排兵 亂雙雙雙風讓物 鬧讓讓認真血 培宮陸野堂 徒令白連舍 看秋來那些 和路紮黃花 大雙烹紫蟹 煮酒燒紅葉 人生有限杯 幾個燈高節 足負責萬同記者 便北海探悟下去 到冬里醉了也 讀到 有些地方疾了 因為這個版本和我背熟的 是有些不同 除了第一首 第二首都很清楚 第一首都讀過書 讀過我 所以後來我跟回我自己的版本 這些 為何不得意呢 其實是難免的 有些字眼的出入 因為以前的書 流傳會有不同的版本 到達到有些字 有些字是不同的 大意是相同的 這首三句 當然是很好的例子 講英文詩沒有這樣的意境 純名詞的堆砌 好像等於一個鏡頭 只好鏡頭 所以我說中文是詩的文字 就是詩的文字 到段長人在天涯 它孤藤 即是一個蕭條的環境 那些藤是孤的 孤藤 老樹 糞丫 然後 小橋 流水 人家 軟弱 又帶起那種消失的感覺 古道 西風 壽馬 這個純粹是名詞 去到這裏 九個名詞 好了 然後它將那個名詞一帶進去 純粹客觀的描寫 但也有這種感覺 一帶進去主觀的感情入面 因為 情和境才相容 直揚西夏 又直揚西夏一轉轉去 段長人在天涯 你便會感受到前面那一段 即是意境是怎樣 即是講人生 這是最喜歡的主題之一 即是講人生的短暫和虛幻 百歲光陰一夢蝶 就算你有一百年命 其實都是好像發一場短的夢 即是莊子發夢變成蝴蝶 他醒了出來究竟是 莊子發夢變成蝴蝶 就是蝴蝶發夢變成蝶子 即是這件事是沒有分別的 即是莊修夢 重回首往事堪遮 想回頭 看自己的往事 是不是有很多嘆息呢 時間過得很快 今日春來 明天而已 就花謝了 一開花就已經花謝了 急拔棧 夜蘭登滅 很快碰杯喝 馬上喝不及了 因為一會兒就走 夜蘭人 就要散水回家了 沒有機會喝 秦宮漢厥 最威水的是秦朝的宮廷 宮殿 漢朝的宮殿 都變了衰草牛羊 現在看上去 全部都是一片天蓮衰草 在陝西那裏 那些牛羊在吃草的環境 這個就是秦宮漢厥 秦宮漢厥 秦宮 不任余朝 沒有話說 連那些余夫、朝夫都沒有 他們不知道秦朝、漢朝 什麼東西來的 他們不會有話說 種方墳 打藉一個方墳 橫斷碑 橫斷碑 斷了一個碑密 看不到 不辨龍蛇 撞下去的是龍是蛇 喂 鬼知嗎 現在撞下去的墳墓 投資胡宗、雨、兔月 全部變成狐狸、兔子月 多少英雄豪傑 有多少英雄豪傑 現在的墳墓就變成狐狸、兔子月 頂足三分半腰折 當孔明這麼厲害 去拼命 拼到 頂足三分 厲害嗎 三角頂立 現在魏爺 俊爺 這些朝代去了哪裏 天教你副莫太斜 如果上天 令你有錢 你就不要太過斜望 好好地過 無多事 好天良夜 有幾多個好天良夜的環境 讓你可以燒燒遙遙地過 看錢路 硬張心指鐵 有些人更好笑 還要抱著錢 那些手材上 明明應該吃的東西不捨得吃 應該穿的不捨得穿 膽小錢不用 曾姑父錦堂風月 將最好的時光全都浪費了 眼前紅日又西斜 這一看 原來又下山了 這些真是圓曲才行 疾似下波車 好像車下山坡 沒有煞車一樣 日光下得快 時間就是這麼快 你知道嗎 妖來清鏡天白髮 好了 你今天睡覺 第二天一起床 又多了幾條白髮 時間是不會停留的 上床和鞋裡相別 到你年紀大了 六十幾歲、七十幾歲 上床除了鞋 除了襪子 你要跟他講Goodbye 因為你明天可能穿不上 掛了 那天睡覺 你同樣鞋裡 每晚都要講一次 再見 因為有機會見不到 優少鞦炒 所以你不要說 著巢鞦炒 是不是很蠢 其實做人 有時候走一點精緻都不錯 胡蘿蹄 一向庄外 胡蘿蹄 胡蘿蹄 永遠都不會開口 胡蘿蹄 有時候 裝傻也好 李明傑 是非絕 首先 將明利 看開了 斷絕了是非 紅塵 不向門前野 不去出門 去惹那些紅塵 綠樹偏移 屋角傘 看上去 有些綠樹在屋角 牆穿了個洞 不要緊 外面有個青山 借著牆 青山 正寶 長頭拳 捉來貌射 這樣的生活都不錯 好了 看你們 晚上在爭那些什麼呢 蜜紮紮 蜜紮 蜜排兵 天天在鬥 蜜在排兵打仗 在爭少少地頭 亂雙雙 風讓蜜 那些風很忙 要去採蜜 一度冬天 花了大門 鬧樣樣 凝爭 有些血 有些烏鷹在爭 在爭 這些 就是在爭族明利的生活 培宮 六野堂 這個就是 唐朝的丞相 一陪到 六野堂 陶令白連蛇 這個是陶潛的白連蛇 過了一些比較適宜的生活 愛秋來那蜇 我們喜歡秋天 和露宅 黃花 秋天是菊花 在閘那些帶露水的菊花 大雙烹紫蟹 有些少少 紫蟹 其實就是大雜蟹 紫蟹甘蟹 有些少少傷 立即煮熟 那些蟹秋天肥 就吃蟹 煮酒燒紅葉 一邊燒紅葉一邊喝酒 吃大雜蟹 摘黃花 人生有限杯 人生是非常有限的 幾個登高節 你能夠一身人流過多少個 這個秋天 這個重陽節 觸蟹甘 患痛記者 喂 我的年輕人 我現在告訴你 變北海探不久 北海是恐慌的 如果他 其實這個是虛指 是高時 有人來探我 東里醉鳥 你告訴我 我喝醉的酒 我沒有空去應酬 他 有緣曲的味道 多猛人 你都說我睡了 是的 蕭先生 他這個 整個背景是怎樣 譬如說 這些文 這些文 他是一個對白 還是唱出來 唱出來 唱出來 這是一個 在劇中佔了什麼 緣曲的唱法 這些是屬於散曲 就是說他唱出來 這些不是做戲的 但是一個人 就從頭唱到尾 你知不知道 你聽過嗎 你聽過他唱緣曲沒有 我沒有 這些舊譜 但緣曲的組成 和後期的集劇 是不同的 每一節戲 它有一個叫舌子 就是引起的 然後分開 四節 五節 每一節是一個人唱的 其他人是不唱的 就是講龐白的 即是半個歌劇 是半個歌劇 緣曲的特色是這樣的 好像以前我們看的語音片 他首先是唱一下 然後人們就做動作 講對白 一個主唱 他用一個主唱 其他人配合他做戲 會講對白 但是那個 在一節裡面 唱的 緣曲是一個人 即是他和後來的戲劇 這個是大不同的地方 是這樣的 是不是失傳了這件事 那這篇文 在這個劇中 它的作用是甚麼 即是它說出一些 劇情還是 純粹講一個道理 這些不是 這些是表演唱歌用的 跟劇沒有關係 這些不是劇 但是 這些叫散的 散曲 就是唱小調 這些是表演的 不是出完整的戲劇 即是等現在我們聽的時代曲 就一段唱出來 可能是否會跟著其他戲劇的表演 有些正式的戲劇 譬如說 吳同宇 西雙記 就是正式的戲劇 後來到了明朝 去集劇 我就講過 我去過崑山 就是因為這個 崑康 就是這個明末清初 就變了崑康 崑康那時最流行兩出戲 就是叫做 收拾起乾坤一代莊 那時人人都唱這兩句 就是那個布代和尚 遇到建文帝 就是這個叫做千中六的開頭 就是收拾起大地乾坤一代 就是等於月曲的帝女花 每個人都懂得懂那兩句 那你唱著聽聽 那我想問 布代和尚 是不是這個 《倚天屠龍記》裏面所說過的布代和尚 曾經指點過朱元璋的傳說裏面 他都是明教 後來他們見到這個建文帝落難的時候 就是收拾起大 一代了 那這個 這個是崑康最出名的 到了我們講過《京劇》之一題 最出名的兩句 是誰都認識的 但是現在 你問北京人竟然沒有人認識的 一個就是《四郎探武》 任何人聽過《京劇》 都聽《四郎探武》 一開始就怎樣 這個就認識了 你認識嗎 不認識我怎麼認識 我不認識 我好比 那龍中了 有此難非 聽過 我懂得演劇 就像我們帝女班 每個人都會唱這句 其實是以前的人 我好比 那龍中了 有此難非 還有《秦琴賣馬》 劍小二軒 黃標馬 你知不知道是最出名的 那他那時的對話的唱法 是否完全等於現在的北京話 是的 已經是的 已經是的 坤谷有些不一樣 坤谷就是最 和《遊園經夢》 現在最多人表演坤谷就是 《遊園經夢》 《遊園經夢》 前一陣子都做過 是的 是的 OK 天蓋黃標馬 這是英雄末路 店小二 你想英雄要賣馬 那是否很淒涼 是的 以後秦琴徵戰 徵戰這麼多 那隻黃標馬 還跟不跟著他呢 是不是已經賣鬼了 已經 後來熟了 因為我很早看雪塘的 他們那些我很喜歡 但我知道馬有沒有熟 又不知道 簡熟了 是不是 這個不是 馬都賣回 後來 因為他和羅平兩個 你記不記得 羅平是他的表辭 是